民國九十九年花蓮豐冰鄉港口部落 舉行了中斷七十多年的祈禦祭 阿里媽媽就率領著部落善偶的婦女及族人 再度重現即將失傳的祭儀 有感於港口部落的族人 賭信基督宗教之後 就不再從事祭拜祖靈的儀式 十七年前 尹納阿里與先生為了傳承文化 就帶頭紀錄並重現中斷數十年的部落祭儀 當時還曾遭到族人的強烈質疑 與批判 九十七年先生過世之後 傳承的工作沒有因此中斷 他表示主要的原因 也是為了完成先生的遺願 我曾經過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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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里媽媽除了擔任帶領部落傳統祭儀的祭師之外 平時也從事傳統的編織 甚至親自種植柱麻 做出來的作品有燈飾 傳統柱麻衣 手環 手提包等 每一樣都別具風格 女兒Lafai擔任部落土地自救會會長 阿里也在旁協助女兒從事部落的公共事務 變成孩子學習部落傳統文化的智庫 每當女兒承受壓力 母親就成了原動力 如果不是她的話 我覺得今天公共事務沒辦法走過來 特別是我們在承受壓力的時候 她常常告訴我們一句話 她說我們要像一個球一樣 也像一個種子一樣 種子需要風吹雨淋 它才會長大 在阿里媽媽的堅持與帶領之下 港口部落目前已經重現了 雖然在傳統文化與基督宗教的衝突之下 阿里媽媽與先生被受抨擊而掙扎過 不過阿里說自己問心無愧 因為傳承部落傳統的祭典文化 祭拜祖靈並沒有什麼不對 記者法務 採訪報導